大家好 我是Will 欢迎来到X调查 今天给大家讲一起非常离奇的失踪案 它发生于2014年 两位来自荷兰的年轻女孩 前往了巴拿马雨林做徒步旅行 随后失踪 这案件发生之后 一些相关的线索被陆续披露了出来 然而这却让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全球网友展开激烈的讨论 他们尝试发觉背后的真相 它就是巴拿马雨林失踪事件 今天的故事有两位主人公 第一位名叫克里斯 他出生于1992年 荷兰人 这年21岁 第二位名叫利桑 他出生于1991年 同样来自荷兰 这年22岁 两人相差一岁 都在荷兰的阿莫斯福特长大 阿莫斯福特是荷兰中部的一座小城市 克里斯和利桑都是大学生 克里斯在乌德勒芝大学 学习文化社会教育 利桑则毕业于戴芬特尔的萨克逊大学 专业是应用心理学 两人来自不同的学校 之所以认识是因为他们同时 在阿莫斯福特的一家餐厅里打工 两人年龄相仿 兴趣相投 因此成为了无话不谈的闺蜜 后来克里斯和利桑就搬到了同一所公寓居住 利桑身高1米84 身体强壮 他曾是学校的一名排球运动员 克里斯则没有那么高 他的身高为1米67 两人对旅行很感兴趣 并且正在学习西班牙语 于是两人计划来一次出国游学 为此他们存了整整6个月的薪水 经过讨论 他们把游学的目的地定在了巴拿马 巴拿马是一个横跨南北美洲的国家 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 该国最著名的巴拿马运河 不仅连接着太平洋和大西洋 还分隔着南北美洲 这样巴拿马成为了一个地理位置 十分特殊的地方 克里斯和利桑计划前往巴拿马 进行为期6州的游学 这次的行程有这样几个目的 首先当然是旅行 他们辛苦攒下了半年的薪水 当然要犒劳一下自己 第二是去当地的一所学校 做义工教当地的孩子们英语 另外他们还可以学习西班牙语 于是在2014年3月的一天 克里斯和利桑做好了一切准备 他们带上行李出发了 2014年的3月15日 这天是个星期天 21岁的克里斯和22岁的利桑 乘坐班机离开荷兰 抵达了巴拿马 他们对接下来为期6州的巴拿马生活充满了期待 到达巴拿马之后 他们就前往了西北部的海滩 在那里 两人尽情地享受着阳光 沙滩和美食 在此期间 他们还认识了几个新朋友 两周后 时间来到了3月29日 他们离开了海滩 前往了一个叫做伯克特的地方 这是巴拿马西部山区的一个小镇 靠近著名的巴鲁火山 到达那里后 克里斯和利桑在当地找了一家民宿 安顿了下来 该民宿的主人名叫米里亚姆 他为人热情好客 曾接待过许多国际学生 克里斯和利桑之所以会来到伯克特 是因为他们在先前向该地区的一所学校 申请做义工 然而当他们前往该学校时 却被告知已经提前开课了 学校曾在一周前发邮件提醒过他们 也许因为两人在海滩玩得太投入 忘记查看邮箱 因此两人错过了这次做义工的机会 克里斯和利桑从荷兰出发时 就已经订好了返程的机票 因此他们不得不继续在巴拿马 带上四周 克里斯和利桑入住后的没几天 两人就与民宿主人米里亚姆 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 虽然克里斯和利桑的西班牙语 说的不怎么好 不过米里亚姆会很耐心的倾听 并跟他们交流 在得知两人想学西班牙语后 米里亚姆就向他们推荐了一所 当地的语言学校 于是克里斯和利桑就去了这所语言学校 报了一个课程 既然是游学 除了学习 更重要的当然是游玩 语言学校的人向两人推荐了 伯克特地区周边一系列的游玩线路 这让两人十分感兴趣 由于当地热带雨林地形复杂 没有经验的人会很容易迷路 因此克里斯和利桑就在当地找了一位向导 他的名字叫做菲利西亚诺·钢萨雷斯 克里斯和利桑同着为向导约好 4月2日一起出发 在向导的带领下 开展一次为期三天的徒步旅程 克里斯和利桑在3月29日住进了民宿 不知不觉过了三天 时间来到了4月1日 这天是个星期二 按照计划他们将在明天4月2日开始游览 然而这天外面天气实在太好了 在民宿里闲着也是闲着 克里斯和利桑就决定自行出去游玩 他们听说附近有一条不错的徒步线路 它的名字叫做 这是西班牙文 意思是钢琴家小道 这里简称它为P小道 这条P小道就在两人民宿所在的 伯克特镇东北方向的山区里 P小道总长8公里 期间会穿越茂密的热带丛林 一路上可以看到各种溪流和瀑布 如果天气好 到达山顶后还能看见远方湛蓝的加勒比海 旅程中可以充分体会到 巴拿马热带雨林的特点 更重要的是这条线路并不算太长 当天就可以来回 不会影响他们第二天 与当地向导约好的其他行程 民宿主人米里亚姆 得知两人独自前往P小道的徒步计划后 进行了劝阻 他表示 虽然这条线路用一天时间就可以来回 然而两人没有经验 雨林里面情况复杂 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克里斯和利桑却不以为然 他们觉得这条路并不是什么冷门的线路 只要沿着路走 一路上有其他游客 应该问题不大 米里亚姆听后 就没有继续阻拦 他给了两人一条混血的哈士奇 他的名字叫做阿走 他受过训练 能够认识回来的路 于是在4月1日上午 克里斯和利桑乘坐出租车 离开民宿 前往了P小道的起点 一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这个时候 已经是4月1日晚上了 民宿女主人看到他的小狗阿走 独自回到了民宿 而早晨一同前往的克里斯和利桑 却不见踪影 此时的米里亚姆感到奇怪 有些替两位女孩担心 当晚他还在民宿附近找了一圈 不过没有发现两个人 过了一天到了4月2日 这天是两人跟向导 约好去徒步的日子 语言学校的老师 和向导钢萨雷斯来到了民宿 他们问了问民宿主人 有没有见过克里斯和利桑 民宿主人表示 两人昨晚就没有回来 几个人越想越觉得奇怪 明明这天约好去徒步的 怎么人不见了 他们怀疑两人是否已经回国了 于是他们在民宿主人的带领下 进入了两人的房间 房间里两人的行李和生活物品都在 看起来并不想回国了 接着他们又等了整整一天 两人还是没有回来 他们觉得情况有些不对劲 于是在当天晚上9点 向导钢萨雷斯 前往了当地警局报案 巴达马警方联系了两位女孩 远在荷兰的父母 想问问他们知不知道女孩的行程 家人表示 他们最后一次收到女孩的短信 是在4月1日 之后就没有联系过了 在接到报警后的第二天 搜索工作正式开始 巴达马方面派出了大量搜寻人员 他们在当地人员的带领下 进入了批小道所在的山区 除此之外 还派出了直升机做空中支援 就这样一连搜索了几天 没有发现他们的任何踪迹 4月6日 两位女孩的父母已经从荷兰赶到了巴达马 心急如焚的他们 又与巴达马方面搜索了10天 然而还是没有发现 之后 两位女孩的父母悬赏3万美元 希望有人可以提供线索 一时间 两位荷兰女孩失踪的消息 迅速在当地传了开来 巡人骑士海报 被贴在了各个地方 就连公路广告牌上 都可以看到两人的巡人骑士 两位女孩失踪的时辙后 时间来到了6月17日 案件终于有了进展 有一位本地妇女提着一个蓝色背包 来到了警察局 她告诉警察 自己来自阿尔托罗梅罗存 这天 她在库兰布拉河河岸的一片稻田中干农活 突然 她在不远处 看见了一个蓝色背包 这位妇女表示 这个背包是今天才在那里的 因为她每天都会在稻田里干农活 昨天还没有看到这个包 警方打开了蓝色背包 里面有两件叠放整齐的内衣 两副廉价太阳眼镜 两部手机 其中一部型号为iPhone 4 另一部型号为三星Galaxy S3 一部相机 型号为嘉南PowerShot SX270HS 一张意料保险卡 上面写着克里斯的名字 一个空水瓶 以及83美元 显然这个背包和十周前失踪的两位荷兰女孩有关 接着警方就从相机开始入手 他们发现相机的SD卡 完好无损 警方成功读取了SD卡里的资料 里面都是克里斯和利桑的照片 然而正是这些照片 让这起案件变得迷雾重重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相机里究竟有哪些照片 这张照片是两人出发时在机场拍摄的 这张是他们在巴拿马海滩上拍摄的 这张是在海边的餐厅 可以看出他们在旅途中 结识了不少朋友 接下来的几张照片都是在4月1日 也就是两人前往P小道当天拍摄的 后面那条小路就是前行的通道 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两人的心情不错 山上的景色也很美丽 最终他们到达了山顶 按照正常的徒步路线 到达山顶后需要原路返回 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是下午1点20分 看上去他们似乎并没有想要返回 而是继续往丛林深处走 这张照片显示他们穿越了一条小溪 这时候的时间是下午1点54分 警方从相机SD卡里读取到的这些照片 除了有4月1日当天的照片 还有之后日子的照片 4月1日是他们出发的日子 之后的4月2日是7日 这6天时间里没有任何照片 直到4月8日凌晨1点至凌晨4点 相机共拍摄了90张奇怪的夜间照片 这些照片中大部分是一片漆黑 不知道这么拍的用意是什么 不过这其中也有几张照片拍清楚了 然而这些照片有些奇怪 比如这张照片 画面上可以看到几根树枝 上面缠着两个红色塑料袋 似乎是想用它来求救 引起别人的注意 还有这张照片 看起来是一个人的后脑勺 他被认为是克里斯 因为他的头发是金红色的 蓝色背包里发现的正午 除了有相机 还有两部手机 克里斯用的是iPhone手机 利桑用的是三星手机 记录显示 在4月1日这天 iPhone手机在下午4点39分 尝试播出过一次112报警电话 三星手机在下午4点51分 播出过一次112报警电话 112这个号码是荷兰的报警电话 而不是巴拿马的 由于没有信号 这两次电话都没有接通 我们接着看 第二天4月2日 两部手机又打了三次112 其中上午10点53分的一次 还尝试拨打了 巴拿马本地911报警电话 然而还是没有接通 第三天4月3日 iPhone手机只在上午9点33分 拨打过一次911 然后在短暂开机后又关闭了 应该是在搜寻手机信号 第四天4月4日 iPhone手机两次尝试搜寻信号 而三星手机没有任何活动 第五天4月5日 iPhone手机搜寻过两次信号 三星手机搜寻过一次信号 之后三星手机一直处于开机状态 直到电池用完 第六天4月6日 iPhone手机有两次密码输入错误 接下来在4月7日至11日 iPhone手机一共拨打了77次报警电话 然而无意解通 最后在4月11日 手机关机再也没有被打开 接着巴拿马警方就从发现蓝色背包的地方开始 沿着库莱布拉河寻找 这次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有了新发现 6月19日 警方在发现蓝色背包位置附近 发现了一只棕色鞋子 鞋子上的鞋带被紧紧地绑着 在鞋子里面发现了一只脚 不久搜索队在库莱布拉河的下游 又发现了人类腿骨以及骨盆碎块 在库莱布拉河的上游 警方在一块岩石上发现了一条牛仔短裤 经过确认这条牛仔短裤的主人就是克里斯 不过两人的躯干和头骨仍然没有找到 在鞋子里的那只脚上 没有断面也没有被野兽啃咬的痕迹 看起来是自然腐化的 而那颗骨盆碎片 看起来比正常的要白 像是被漂白过 经过检验 果然在上面发现了磷酸盐成分 怀疑是被人为加速腐化 经过DNA检验 脚和腿骨属于利桑 骨盆则属于克里斯 家人在得到这个消息后 感到万分痛苦 两位女孩的家属在6月20日 发表了一则公开声明告诉公众 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两位女孩已经去世 8月 巴拿马警方在丛林中 发现了更多克里斯和利桑的遗骸 然而奇怪的是 法医认为这些遗骸的状态 还处于腐败的早期阶段 这与之前发现的骨盆碎片的腐败状态不一致 不过也有专家表示 残留温度 总体湿度 地面成分等等 都会导致腐败速度的不同 11月 在两位荷兰女孩失踪的半年多后 巴拿马总检察长 宣布了此案的调查结果 他们认为两人在徒步旅行过程中 发生了意外 导致死亡 此案正式结案 不再进行调查 这样的结果 显然无法令人信服 网友们根据公开出来的线索 推理出了许多故事版本 这些故事版本 大致可以分为两派 一派认为 克里斯和利桑是运气不好 在丛林发生了意外 由于手机没有信号 无法得到救助 最后不幸身亡 另一派则认为 这怎么看都不像是意外 而更像是一起谋杀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公布出来的信息中 有哪些疑点 克里斯和利桑身上没有带指南针 也没有多余的食物 只带了一个水壶 他们有可能会缺乏食物 水应该是不缺的 他们沿着P小道到达山顶后 并没有原路返回 而是继续往前走 相机里的照片 证实了这一点 当天的日落时间 是晚上6点40分 并且这天是新月 接下来几天都是这个情况 因此晚上看不到月亮 能见度极低 来看这张照片 几根树枝上面 缠着两个红色的塑料袋 有人关注到了 这张照片里有绳索 在对照片进行处理后 可以看到后方的图像 原来这个地方 是一个叫做猴子桥的地方 猴子桥是一座 三根绳索组成的桥 下面一根绳索用来脚踩 上面两根绳索用来手抓 这样的桥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有一种说法是 两位女孩在走猴子桥时 不小心发生了意外 掉了下去 根据手机记录显示 两人在这天4点39分 第一次拨打了报警电话 推测这个时候 其中一个人遇到了危险 到了晚上 由于能见度低 另一个人无法施救 于是就拿出了相机 想通过闪光灯来照明 所以就在相机里 留下了几十张漆黑一片的照片 还有人发现在这张照片的这个位置 把它放大后 就可以看到眼神上 一次写着一个字母S 有可能他们是想写SOS来求救 不过也有人觉得 眼神上写的并不是字母 而是数字母 这是意外理论的人认为 这张克里斯后脑上的照片是在自拍 他的头不小心磕伤了 于是他就用相机自拍来看一下商事 还记得民宿主人的那条混血哈士奇阿周吗 根据民宿主人的说法 阿周当天晚上独自回来了 有网友对此提出了疑问 相机在4月日当天公布出来的所有照片中 没有任何一张照片里出现过这条狗 而民宿主人却说 这条狗从早上出门就一直跟着他们两个 这点是不是很奇怪呢 在相机中 并不是所有的照片都被读取 有一张照片被删除了 并且怎么也恢复不了 4月1日是两人去P小道的第一天 这天他们一共拍摄了30张照片 这天拍摄的照片中 最后一张照片的编号是508 4月8日他们一共拍摄了90张照片 这天拍摄的照片中 第一张照片的编号是510 可以明显看出 中间少了一张编号509的照片 许多人在拍照片的时候 会把拍的不好的照片删掉 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而他们似乎并没有删除照片的习惯 相机中有许多拍壶拍画的照片并没有被删掉 唯独只有这张编号509照片被删除了 巴拿马警方曾尝试通过技术手段 来恢复这张编号509照片 而他们怎么也恢复不了 造成这种情况的很大一种可能 是这张编号509照片并不是在相机上被删除的 而是通过电脑用专业手法删除的 反对这种理论的人认为 凡事不能绝对 因为从技术角度来说 用相机删除的照片虽然大概率可以恢复 但这并不是百分之百保证的 也有一定几率是无法恢复的 假如有人通过技术手段 把相机里的编号509照片删除了 那么就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手机被多次输错密码 因为对于懂技术的人来说 iPhone4的手机密码是可以破解的 早在2011年 就有人在视频网站上传了一段影片 来演示如何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 进入iPhone4 在巴拿马失踪案发生的2014年 可以通过网络轻而易举的搜索到这支影片 如果他可以删除编号509照片 那么他为什么没有进入iPhone4呢 他就不担心手机里有什么关键的照片吗 在两位女孩失踪的实践后 当地妇女在河边发现了一个蓝色背包 热带雨林环境十分潮湿 时不时会下雨 那个包并不是防水包 只是一个普通的旅行包 警察在拿到它的时候 它的表面不但很干净 而且很干燥 里面的东西也都完好无损 雨林的环境潮湿 天上经常会下雨 那么这个包为什么还会那么干燥呢 背包里有两件内衣 通过相机的照片可以发现 这两件内衣就是克里斯和利桑当天穿在身上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把内衣脱下来 放在背包里呢 有一种说法是 他们失去游泳了 2019年 有一家名为Madden Magazine的杂志 公布了一张照片 他们深圳这张照片来自于巴拿马 据说这张照片是在当年的4月1日拍摄的 地点位于一个叫做Caldera的温泉 这个Caldera温泉离开P小道并不远 照片里克里斯和利桑与两位男士在游泳 从脸型上来看 两位女生确实有点像克里斯和利桑 不过照片像素太低了无法看清 照片里的两位男士 一位名叫瓦伦苏埃拉 另一位名叫穆加斯 这两人在克里斯和利桑事件发生之后的一年里相继去世 其中 瓦伦苏埃拉在2014年4月4日去世 另一位穆加斯在2015年去世 也许这张照片 就是传说中的编号509照片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两个女孩一定不是发生意外 而是有人蓄意谋杀 数码相机里的每一张照片 都会记录AXIF信息 AXIF指的是 Exchangeable Image File Format 可交换图像文件格式 是专门为数码相机的照片设定的 可以记录拍摄时间 拍摄参数等信息 两位女孩从荷兰来到巴拿马后 并没有调整相机上的时间 也就是说 这些照片拍摄的时间 是根据AXIF上的时间 在进行换算而得到的 比如这张编号493的照片 AXIF上记录的拍摄时间 是下午18点42分 佳能相机默认用的是GMT格林威治时间 换算成巴拿马时间 就是下午12点42分 巴拿马警方推断两人到达 P小道起点的时间 是在上午11点 就是通过AXIF信息得知的 有一位出租车司机表示 他在当天下午1点半 载到他们两个 并在1点45分左右 到达P小道的起点 当天P小道上 有多位目击者表示 在2点左右的时候 看到两位女孩 这个时间点 与出租车司机的说法匹配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么巴拿马警方 对相机AXIF换算的时间 就是错误的 或者说 这些AXIF信息 全部都被人为篡改了 时至今日 仍然有许多人 试图挖掘这起案件的真相 他们完全不相信 警方的意外说 有些人 还轻护巴拿马的P小道 重走了一遍 当年两位女孩走过的路 甚至还发现了 与当年照片相同的位置 然而官方早已下了定论 克里斯克利桑 是死于意外 还是谋杀 你怎么看呢